一方面要谢谢六子能够开导 来这个成一句约 他就马上做这个句语来讲 说五蕴换身 这个五蕴就是我们的身体 各位请一请五蕴是什么 正确就是色受想形式 色就是形象 受想形式就是精神 就是我们这个身体跟精神 所以五蕴换有 我们在凡尘的时候 不要酝酿这个五蕴 只要我们酝酿五蕴 就会接受这个现象 所以这个五蕴的换身 换何就戒 这个换身体是换 所以换没有就戒 我们不要在身上追求那个究竟 那么回去真如滑环不尽 回去就是我们去向 我们这个回向真如 所以这个跟那个卓秀才 那个张卓那个卓秀才 讲那个句语啊 各位还记得吗 还记不记得 光明急躁片河沙 接着呢 接着呢 环圣寒林 共一家 接着呢 一念不生 全体现 六根材洞 被云遮 一段词环绕 从真病 去向真如 亦是血 随胜四眼 无挂碍 生死捏盘 等空话 原来哦 各位找到笔记本了 我说念得怎么那么顺 所以哦 这个去 回去真如啊 就是呢 这个去向真如啊 亦是血 那个时候我们有解说了 我们当下呢 就已经是真如 然后我们还要回去真如 去就是往向 向的意思 哦 那我们还要去追求真如啊 就是头上呢 按头 这样了解意思吗 我们头上 要不要再按一个头 不用了哦 一个头就够了 这个够指挥呢 我们身体了 所以就不用再按头 所以呢哦 回去真如啊 法 还不见 哦 要回去真如的话 那表示呢 哦 我们还没有 哦 这个真正的 啊 到达 哦 那个真理世界 哦 还有问题 所以哦 这个 自成呢 他就讲 说啊 哦 我们假如说要回去真如 哦 当下已经都是了 还要呢 哦 再追求真如的话 那这个法呢 还不是呢 很清静 那么 施然之啊 六子说 哎 对 就是这样 哦 就是表示啊 哎 他已经呢 哦 这个领悟了 哦 应可的那个意思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